大家好 今天是4月16日 星期二 先跟大家說回市場的情況 不過我見大家說眼鏡 說得好像有些 挺開心 我待會再說一些眼鏡的事情 跟大家分享一下 先說回市場 今天恆指跌了350多點 下到16,200多點 這個水平 市場 沒辦法 因為今天也挺受到A股的影響 A股的走勢 其實是上心兩市 都是在接近日落下 原因 我明白幾個原因 第一就是 我們有一個國九條 我朋友都在留言中提到 國九條其實是 我們一些監管的東西 即是加強監管方面的狀況 其實原意是想 整頓市場 或者是 令市場健康化的發展 這一步 我又不覺得很錯 但是因為任何市場 當你做一些動作 加強監管的話 自不然會引起一個市場的波動 特別是一些股份 如果你假設 如果那個基本面是比較差的話 這些股份 大家一定會很擔心 因為擔心你有機會會不會被人罰錢 甚至乎是不符合上市的資格 那些事情 所以今天 因為這段時間 今天 有過千隻的股份 內地方面的跌幅是超過一成 其實是反映這個狀況 而且因為 始終你今天出現一些經濟的數據 GDP GDP有很多市場的預期 但是其他的數據 基本上都是比市場的預期差 當中工業增加值 以及零售銷售那邊 跟市場的預期 都有一個頗大的落差 所以你說 但是講到這邊 我想指出一點 現在 16200多 跟之前的時間 16100左右 其實距離很接近 16,100其实是过这一段时间 那个华人区间的下方的支持 所以如果跌穿了的话 那就糟了 证实了一些反映会说 之前的时间那个区间 即是16,100到157,000这个区间 就叫做整体打破了 向下调整 你计算一下区间计算的话 大概是900点 即是大约15,200这个水平 所以这个位置最好是不宜有失 如果跌穿了的话 就真的像我刚刚做节目的时间 提升到了 真的要减少一些磅 因为如果你要用16,000点 再放1,000点下去的时间 那个区间或者那个情况就真的差了 我也有些心理准备 如果假设穿了万物的话 我也会减少一些货 都真的无论 因为国势太差 也很难可以在手 有些股份可能可以在手 那好像猫眼 甚至乎我的蚀骨 猫猫衣服 都会考虑减货 其他那些 好像有运货 神华 或者好像517那些 就尽量都不会减 那些其实 跟市场来计算 就没有太大关系 517甚至乎 如果再跌回来的时间 我会考虑加注 因为 之前其实收息 真的不能输 所以现在 降估这个情况 我见有朋友问有帮 有帮跌的原因 有朋友说 他先说 他说两个原因 一个就是 之前的时间 美国的债息下跌 那 债价 债价 下跌 其实最近 sorry 国债下跌的原因 是否债息上了 所以 你这样计算 是有影响的 而且 你见到 其实也不单单是 它跌的 其实你见到 保成 也跌下去 另外 你提及到 比如说 无牙经纪那些 都是关系的 但只不过 你说两个消息 两个消息 两个消息 是不是值得 令到有帮助股价 由今年来算的话 要三成多 是比较夸张的 因为有帮助股价 上年时间 已经变得比较差 所以我会觉得 其实是 有影响的 但是 不应该是 就是 单单这件事件 所以 按道理 大家再看看 有没有其他因素 不过 不建议留下 因为 如果 我也是 你说 业细差 刚刚所说的因素 是负面的 是有影响的 但是 不应该 令到股价 会跌更多 应该是有其他因素 而导致出现这个状况 如果你再用 保成的例子 就是保成加 加这个 有帮 似乎 我觉得跟内地方面的发现 有些关系 不妨等到 有些相关的消息 出来的时间 再判断一下 究竟 立不立不立有帮助 还有 有帮助呢 我这几天的时间 或者最近 每天都盯着它 因为它的股价 它的走势太差 每逢一开市的时候 如果大家有报价机 明天早上的时间 不妨看着它 我想你会明白 我那种害怕的情况 如果有些股份 之前我都说 我很少看到股份 我会害怕 但是这一排 看着它 是真的害怕的 因为竞价的时间 它的竞价是吓死人的 昨天竞价的时间 它是跌一成一 当然也没有正式竞价 到20分打后的时间 当然没有跌那么多 但是它长期 可能大概是19分 都还是跌一成一的时间 你会觉得 哇 什么事 到今天的时间 它其实在开市那一刻 它是继续跌5%很多 到20分 转一点的时间 才跌3%了 但是你想想 我股价已经是 昨天这一段时间 跌了那么多 它今天就再跌百人之 即是在开市那一刻 就是竞价那一刻 又创百人之五 其实真的挺夸张的 所以唯有 只可以说 大家 小心一点 有帮助 如果有多货 真的考虑一下 减少这一部分就没坏的 宁愿等它的价 真的打回我们的零买当头起的时间 才再考虑一下 那今天是美股 美股那边 我见有朋友都问TSM 或者美股那边 现在每天都高开到跌 上跌 那 其实都真的没办 因为这一段时间 都真的差了 而且 伊朗那边 伊朗和以色列那边 那件事 都真的 你现在未知是如何 加上大家 有些考虑 会再加息 所以我都说一句 我就不信会加息 那么 看看鲍威尔 这两天 好像这两天 有些出席的场合 就会有些演讲 看看他 到时会不会 有些口风会转 因为 其实按道理 如果他真的有机会加息 的话 鲍威尔会在口风上面 会有些改变 那么 看看他最新的说法 是什么 是什么 但是加息 我暂时就不相信 我觉得其实都是 我依据我之前的预测 年内的时间 可能减一至两次升 那么 看看 之后会如何 如何演化下去 这个情况 但是 美股那边的情况 是怎样呢 其实因为 最主要一样东西就是 美股 赢分了TSM为例 那么 其实年初至今 它也叫做升了上来 现在都还升了 大概一两成 那么 NVIDIA 现在还升了七成多 所以 现在是 所以你说现在 当我股价 有一些回套的原因 当然 大家都是 就是要回到这个情况 是害怕冲突市 而且 现在市况 仍然比较多 不明朗的情况 就是不觉定性的 出现了之下 那些投资者 可能会考虑减榜 其实都很入力 即将生给你问我自己的话 我都会盯着 现在这一类的股份 即是这些股份 如果假设 他真的 可能是今晚 或者这一周的时间 去再回的话 其实我都不排除我会减榜 因为 我只要继续 一些公司的股价 的情况 就是说 如果假设我高位计算 为何两成 其实我会考虑减榜 所以 今天这些PLTR 我会想到是否减的 因为 其实那些我买入隔壁计算 的话 它已经跌了 跌多过两成 我会想到今晚是否减了 虽然我货真的不多 但是 我觉得 对于我来说 今年的时间 我会尽量 守住自己的盈利 因为 今年 对于我来说 其实得意在就是 可能 市场很难玩 但是 我现在 暂时来说 这个回报 今年来计 如果以美股家 港国这边来计 的话 都有很不错的利润 就是 可能是十几个percent 一项有 对于我来说 其实都 叫做 很不错 是的 所以我会 希望就是 怎样都好 既然我是 这么难玩的情况 事下 先守住利润 我会坐下这个策略 所以 如果今晚 或者是这一两晚 美股价 仍是 形势这么差 比较转差的话 我会考虑一下 减少一些磅 但是 当然 如果你说 TSM 我最喜欢这个 其实这一只 我未必会减少 但是其他股份 就可能会 好像PLTR 那些 可能我真的会减少 但是最终定乱 因为那些 其实不多钱 所以我 要不就不沽 要不沽也会减少 这样的情况 但是 再看看 这两个情况 如何 再更新一下大家 因为TSM 18号出业绩 我对它看法 就很乐观 所以 我会觉得 就算 买这些业绩很差 到时 才想想 猜不猜 但是现在这一刻 TSM就一定不会猜 最后 跟大家说一下 眼镜 见大家想说眼镜 的话 先回答Ricky 香港 是有眼镜股 其实有两个之前 一只叫 雅士 光学 真的做眼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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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一间 其实 这个叫做 那间叫做什么呢 好像 88 我先记错 那间 其实是 有先 88 大昌集团 好像 好像不是这间 好像 好像不是这间 好像不是这间 好像是 那间叫 利 我一时间 姓不起 那间叫做 姓安娜 这个 利 那间叫做 利 什么呢 利 我不是利福 那间叫做 利 一时间 吹了我嘴边 那间其实是 之前的时间 它是 拿着姓安娜 拿着眼镜 88 那间公司 但一时间 我想不起那间 信力公司的 名字 是 但是 这间公司 就是做 类似这些 但那间是做 零售的 零售的 我想起 我和大家 再 再谈 这一只 利亚零售 好像叫做 好像之前 有这一间 你看 利亚零售 等等 利亚零售 831 好像是 831 好像是这一间 831 对 没错 831 它有做 还有三间 831 其实是 新安娜 另外是 日本人做蛋糕 还有 做那间 ZOFF 它拿到经营权 做这一件 但 零售88 另外一间公司 就是有做 这个 那间 时间囊 那间 即是那间公司 做这一件 时间囊 时间囊 加这个 叫做 零售88 它有公司做这一份 但我真的忘了 真的忘了 那间公司 那个状况 是怎样 如果我稍后 想起来 就和大家说 但是 有见到眼镜 那先 眼镜很便宜 那 真的很便宜 因为 大家不知道 我也纯粹说一下 我这间 大家 看到好像 其实很卜薄的 但我近时很深的 而且 那个框 是类似 记忆蛋糕 其实这个框 是没有螺丝的 是没有螺丝的 这个框 是这样 但那个位置 是类似一些 叫做 那些金属 那些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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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很贵的 一块镜也很贵的 是五位措施的 但对于我来说 有时候 第一 因为我们的心近视 最重要是 带来是舒服 就是轻身 第二 我经常觉得 眼镜这些东西 对于我来说 我当时 那种必需品 因为我身份事 还有就是 我会一块镜 戴很久的时间 即是有些东西 要换款的 可能它的框 或者镜片 比较便宜 可能它会常换款 我反过来 我宁愿是 可能它贵一点 但起码我可以戴很长的时间 所以这块镜 其实都跟了我差不多 有六七年时间 你准备一块钱 你准备一块钱 虽然是没错 它是很贵的 但是你准备六七年 除了开的时间 其实你每一天 可能都是一两元 那我就觉得 可以的 或者几元一块钱 等于我买iPhone的概念 iPhone也是很贵的 如果我介绍 我可以用三年的时间 当我每一天 用十元 我觉得可以的 那我眼镜也是类似这些概念 所以 我最重要是大家舒服 但是我都知道 内地真的便宜 手腕也越来越好 那 看看就遲些 遲些 看看有些需要的时间 即是要再配合眼镜的话 那 到时再想一想 到时 看看大家有没有 配合眼镜的地方 是好的 推介一下 那 都知道 麻烦大家先 那 好了 大家 今天就说到这里 希望我明天都 删成一点 那 如果大家有些 猜票问题的话 都可以再留言给我的 那我们又明天再见 拜拜